大家好 这里是甲装硬盒的电电家电 今天来聊一聊 为什么很多新能源车的空调 不是特别给力 那么近期某媒体是组织了很多新能源车 到吐鲁番进行下侧 在下侧的时候呢 这个气温已经达到了五六十度的状况 很多新能源车的空调似乎就坏了 这个出风口这个直接出热风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真的是他们的空调系统都坏了吗 我觉得这个概率非常低 因为这些车子在出厂的这种 呃研发过程中 都是到吐鲁番进行过相应的测试 和相应的这个系统标定的 啊即使有一些车型在生产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些这种装配瑕疵 或者零部件的问题 但是也不会这么大面积的发生 这么这样的情况 它主要的因素呢 可能还是跟电动车散热系统的压力 不比较大有关系 对于这个电动车相比燃油车来说 它这个空调系统或者是压缩机 承担的这种散热任务要多得多 对于燃油车来说呢 它的这个空调就一个任务 给成员舱降温吗 也就是说虽然它的空调压缩机 可能在五六十度的这个情况下 不能足以提供足够的制冷量 降低车内的温度 但是空调出风口 一定出的是一个相对比较凉的温度 但是对于这个电动车来说 到了吐鲁番这个地方 五六十度的情况下 它的这个空调系统 可能事实上是工作在一个通风的状态下 当这个外面的热风通过这个 风机进入这个空调系统的时候 它并没有得到足够压缩机制冷量的照照顾 也就很难把这个温度降下来 就直接把热空气送到车内来了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就是因为在电动车上面 它的这个电池系统和电机系统等等 一系列系统的这种对于压缩机制冷量的分配的优先级 可能是超过成员舱的 因为电池系统它本身 在这个对于工作温度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它只有在一个比较适宜的温度里面 才能保证相应的性能 以及安全性和寿命的因素 如果说这个温度特别高的话 对发生热失控的话 这就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一个结果 因此在这个气温五六十度的情况下 也许它在静置的状态下并不需要压缩机的介入 它可以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但是当你在这个极端高温的情况下 再处于在处于这个对本身空调系统的压力就比较大 如果车子还处在一个比较极限驾驶的状况下呢 它电池放热量 放电量比较大 放电量比较大 发热就比较厉害 这个时候呢 超过了它液冷系统自然循环 可以降温的这个预知以后 它肯定会请求压缩机的介入 压缩机会分很多的制冷量给电池这边 对于很多这种设计经验不足 或者成本控制比较好的车型呢 它在这个工况下 可能就会出现一个 这种热量螺旋上升的过程 就是说 在这种气温本来就五六十度情况下 这个电池又持续放热的情况下 它需要压缩机的介入 那么你要就需要更多额外的放电 额外的放电 带来了电池温度的进一步上升 就需要空调更努力的工作 那么就空调需要更多的电量 带来更多的热量的需求 也就是说 你降温的前提是你先发热 你发的热更多就需要更多的降温 所以这个情况下 你说它很难有足够的余量 去给这个相应的这种成员舱里面 提供足够的制冷量 对于电池来说呢 它的散热系统 其实对它的影响不单纯的是一个 目前为止这种工作过 这个行驶过程中 其实在充电的过程中 电池的散热系统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甚至说这种大功率充电 很大程度上也考验着散热系统的能力 很多人去讲这种大功率充电的时候 都会去讲这个电控系统 或者IGBT碳化硅 还有这个电芯都要特别高的等级 其实散热系统的压力也是挺大的 那么在电压一定的情况下 你要提高电充电功率 就只能加大电流 电流的加大 对于热量的贡献是指数级的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平方关系 如果你的电流增加两倍 发热量会增加四倍 增加四倍的电流 就会增加16倍的这个发热 所以说大功率充电 这个过程中电池的这种升温度 和放发热量的话 相比于那种相对的中低功率来说 这种压力非常大的 这个时候 你的散热系统如果不给力的话 也是很难支撑整个快速充电系统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一个车的这个空调系统或者压缩机系统给力 也是它整个电控系统能力比较好的一个重要的指数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车子就是单纯的这个空调 特别给力 其他系统并没有相应的一些匹配的内容 同时呢 这里还可以解释一个 为什么国内很多车企都不愿意用原柱型电芯的一个原因 其实并不是像那些 有些人讲的一样 是因为这个电芯的数量特别多 我们的电控系统管不了 其实早期的时候 很多这种几万元的小车也都是用这种18650 或者是这种其他的原柱电芯 作为这自己电池包的内容 也没有出现太多的问题 主要的因素是在他们实践的过程中 发现这个这么几千节原柱电芯在一块的时候 热管理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 本身这么多电芯 它的内组就相比于几十颗这种方壳电芯 可能相对就大一点 这就发热量也会大 而且整个散热系统的这种设计的压力也会特别大 所以导致的这种一丢丢的性能的提升 跟你付出的一些成本和承受的散热压力 并不是特别成正比 而国内在方壳电芯方面的研发 尤其是比亚迪人们的刀片电池 电芯本身它这种散热面积就比较大 热管理比较好做 而且它的这个对于空调系统的影响也相对比较少 所以说后来大家都转向方壳电芯呢 也有这个散热系统方面的考量 另外一个就是优先级别成员舱高的呢 就是电机系统的散热 前面讲过永磁同步电机是非常怕热的 一旦高温之下永磁体会退磁 退磁这电机基本上就报废掉了 所以说如果说在这种五六十度的情况下 你又就处于一个极限驾驶的状态 这个电机发热也是比较厉害的 如果超过了一定的预值也会要求这个压缩机介入 压缩机介入 那么这个制冷量肯定也是优先照顾它 给成员舱的就非常少了 那么至于为什么这么多车子在图鲁番这个地方 就这个散热不给力呢 可能对于很多车起来说有两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是设计经验不足 就直接套用了燃油车这边的一些相应的 这种压缩机量的这个配比 另外一个就是控制成本 毕竟能效比更好 这种制冷能力更强的这个压缩机 也是相对来说成本是比较高的 他们可能有这么一种考量 就是五六十度的地方 也就是图鲁番 中国大陆上最热的地方 你跑到任何一个地方 也就是个三四十度 怎么都有个十多度的一个制冷量的余量 我在图鲁番能保证 我的空调系统能压得住 电池和电机到其他地方 多多少少都有点这种制冷量给成员舱 当然这种带来的问题呢 可能说有些在极端驾驶暴力驾驶 或者是一些这种电量比较低的时候 就会导致他们在三四十度的时候 这个空调也会出现一个忽冷忽热的状况 其实这种时候也就是 首先这种工况下电池发热量比较大 电机发热量都比较大 额外的需求比较大 另外一个就是这种压缩机 本身配比的这种制冷余量 不是特别高导致的 所以对于很多小伙伴 去选择新能车的时候 可以关注一下夏天空调体感的问题 那么这期内容就聊到这里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加关注 谢谢大家再见